又是啦,但是我們這次見到的就不是二次方程那麼簡單 而是四次方程 而且四次方裡面的一塊東西分別是x加3和x加1 這兩塊東西它們是相差異的 既然是這樣,那我們又可以let一個數 這個幾乎變成一個指定動作 我們可以let一個數在這兩個數的中間 我們說y等於x加2 那麼調色就會變形變成y加1的四次方 加y-1的四次方 那麼大家知道四次方的話 爆出來就變成了4641 而正負的話就卡拉卡拉地吃住 那麼所以呢,這個關於爆出來的數是四的那些東東呢 那就沒有了 那麼就剩下1,6,1啦 那麼所以呢,就是我們會有兩個y的四次方 加這個兩個但是乘以6 兩個再乘以6y的平方 那麼然後再加2的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82喔 那麼整理一下,後面可以隨意的 整理一下呢 我們就會有 y的四次方 加6y平方 減40 這個東西等於0 那麼然後我們就不難拆解 拆出來就是10和負4啦 y的平方 加一個10 y的平方 減40 這個東西等於0的 那麼又是重複這個討論啦 y的平方呢 如果要有一個實數解的話 那麼它就 加10就不會等於0的 那麼就是 左邊的這個東西呢 那麼我們可以 不需要理會了 那麼剩下 y的平方減40 等於0啦 那麼y就當然等於正負2啦 於是者 y 又可以抄一次啦 y等於這個x加2 這個東西等於正負2 那所以呢 解了出來呢 x 的第一個解呢 就是0啦 x的第二個解呢 就是負4啦 然後第二題呢 我們看到 先選開它吧 第二題呢 我們看到 嗯 左邊是一個四次方程 有一個二次方啦 那麼右邊呢 就只是16加60喔 這樣 那麼如果我們 左邊 可以 配多一個x的平方給它 首先我們說 右邊呢 這個東西沒有了個x平方啦 那麼如果我們 給多一個x平方 這個就變成二次方程啦 那既然右邊有 我們左邊一樣要有啦 那麼左邊 加多一個之後 那麼這個就變成 四個x的平方啦 然後 那麼我們就可以順利配方啦 剩下那個是常數項而已 那麼既然是這樣 我們左右都搞一搞它的話呢 我們就會有這一條式 x的四次方 加4x的平方 加4 右邊呢 就會是x的平方 加16x 加64 那這樣就很帥仔啦 是不是 兩邊都是一個完全平方數 合起來我們就會有 x的平方 加2 這個東西的平方 等於 x加8 這個東西的平方 那之後呢 我們 就有兩種情況啦 那麼這兩種情況呢 是需要 拆開來討論的 那麼第一件事就當然是 兩邊都開方 那麼一個取正一個取負啦 x平方加2 這個東西就等於x加8 另外一個個案 當然是x平方加2 等於 負 x加8 那麼 然後 然後就可以解一個方程啦 那麼 首先 當然就要整理好這一條式先啦 這個是x的平方 將這個踢過來 減x 然後這個減6 等於0 右手邊這一條呢 就是x的平方 加x 減8 踢過來 加10 這個東西等於0 那麼我們看看這兩條式 這兩條式呢 我們第一個呢 這個不煩啦 這個不在這裡慢慢拆解啦 第一條式我們左手邊呢 解了出來 就是x 等於 負2 x第一個解 x的第二個解呢 就等於3啦 那麼 而對於右手邊呢 那麼這個需要大家試的 右手邊呢 我們 apply 這一條 determinant的式 那麼 再來多次啦 也就是b的平方 減4ac 那麼b呢 這次是1 那大家知道1應該不夠減之後的東西啦 4 乘以這個10 那麼這個東西本身就已經小過0了 小過0 那就是沒有行 我們找不到一個實數解 那麼這個東西又可以再見啦 同他 那麼 那麼所以這一條式呢 我們就剩下x的第一個解是負2 x的第二個解就是3啦 那麼就是這樣啦 來吧 1 2 3 4 5